台中市的公車 發生攏西魯大學生了 台中市政府到電區公車 大集法 但是公車的違規是拿不上 無風分教最近就有一天來 拿到兩項 台中客運的違規 一項是攏紅頂 一項是下跪 相攏 算不上 台地導師館頭前 中間路路口的 學子一定轉紅頂 但是台中客運一三二樓 公車並沒有停的意思 在這裡撞過 在後面的無風分教環境 馬上載車出地 我們有同燈 我們有同燈 同一天買到在逃車路 台中客運一三一樓公車 是下跪相攏線 電動向來開 同樣也會讓我們知道 至於交通三空五樓公車 上個月撞到兩名如大學生 造成師匠引起後現年代破 台中市府重發協助120萬 而且收回三百樓公車 英文樓款三個月 九郎又要跟公車協助 在樓口聯合客車 幾百的提親加速停留 而且宣布沒有限期公車大計劃 不過說車違規也是不斷發生 台中客運入車共調 會對家宿紀大國出婚 而且家共交入訓練 一大過吧 就警站長再跟他 就給他看一下影片 再跟他教育一下這樣子 就跟他講入口的危險心態 你知道嗎 援警均第一時間上前南庭違規公車 並分別依違法道路交通管理主法條例 第五十三條第一項 及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 對公車司機取締開罰